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植物花草启发卡 海洋虚语神域卡 还有刺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甜品高点 对应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最想咬一口的是哪个选项的甜品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求的主题是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是什么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次要求的主题是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抽神域拍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此时此刻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是哪些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一起来看 他此刻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好了 以主题拍卡来看 他想起你的满满的甜蜜涌在心中哦 只记得你的好 你带给他的都是正面的回忆 他觉得现在的他呢 就是什么都不缺了 有了你 那就等于得到了全世界 想起你 他就会开怀大笑哦 他的人生充满了笑声 那都是因为有你的出现哦 很感谢你 不嫌弃他 愿意跟他这样子走了 这么长远的路 跟你在一起呢 才是最和谐的事情哦 给选到第一组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首先你主题拍卡来看呢 他想起你就满满的那些甜蜜的快乐的正向的回忆 你带给他的都是欢笑声哦 他的人生变得那么的光明 那么多的喜事 都是自从遇见你哦 从自从遇见你的之后 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他觉得他好像得到了全世界 什么都不缺了 是你填补了他心中的根根洞洞 他非常感恩 感谢有你哦 感谢你一路以来的陪伴 感谢你一路以来对他的付出 他现在觉得呢 选择你是他最对的决定 他的人生变得那么的和谐 都是因为有你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底 主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还有哪些呢 没有什么是不愿意为你做的 只要你一开口呢 他就会立刻马上的想要冲向你哦 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比你更加的重要 跟你在一起真的很有恋爱的感觉 不管你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 他的心中已经把你看成是他心中所爱 他的恋人 恋爱对象 他觉得从你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哦 你是那么的乐观 开朗 爱笑 他想要说呢 如果你发现他对你撒谎 或者对你有隐瞒 希望你别生气的 他这么做为了就是把你留在身边 因为太害怕失去你 因为太爱你 他才会怎么样 这些都是善意的谎言 他下定决心的将来一定要跟你儿子满堂 他是认真的 想要与你有一个未来的 他知道他可能经验不足 做的事情 欠缺一些 就是 他知道他可能就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有时候会令你生气自己都不知道 他希望你多多包含 多多包容 你是那么的能干 你在他心中是一个很令他崇拜 很欣赏的人 有时候你说的话是比较严厉的 但他懂你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他知道这份感情呢 是可能他高攀不起的 但他愿意下这个赌注 他愿意拼了去争取 请原谅他那么爱多疑的心哦 他那么多的质疑心 因为他自卑 他知道他自己配不上你 他好担心你会被别人抢走 他才会一直就是把你盯得紧紧的 欠缺到第一嘴 陶罗派卡来看呢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来了很多的都是那个四重牌卡哦 他知道他的恋爱经验不是很丰富的 所以很多的事情呢 都可能做得不太好 做得不够好 他愿意学习哦 他有这份心 他愿意从你身上学习 他知道你有很多的优点 是他值得学习的 对他而言呢 没有什么比你更加的重要哦 他只要你开口的话 要他做这个改变 或者是要他为你办事 他都会活力十足冲向你的 跟你接近的是他最想做的事情哦 跟你在一起 好有恋爱的感觉 很甜蜜的恋爱的感觉 你是很被他欣赏的 你在他的心中呢 是一个很能干 很有能力 很独立的人 他知道有时候你说话会比较严厉 甚至骂他 骂到很难听 但他没有怪你哦 他心中是知道你是为他好的 还有呢 就是 他之所以会把你盯得那么紧呢 因为他很没安全感 他知道他自己高班不起你 但他愿意还是继续地留在你身边 他还是坚持着这个美梦 他还是相信你们有一点可以儿孙满堂 他承认在你的面前他戴着面具 明明自己就不是一个那么成熟的人 就比如他知道你喜欢成熟的人 那么他就装成熟给你看 都是为了想要更好地把你留在身边哦 看字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不是那么注重名分的人 他在努力地想要把你显化回来 他对你的热情是那么的强哦 已经多到快 承受不住了 盖不住了 请你别忘记他 请你别把它忘了 他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你更多的沟通 更多的交流 其实他散发出的信息呢 都是真实的 不是你的错觉哦 他之所以那么保护自己 因为他怕自己再次地受到背叛 他不想受伤 请你坦白告诉他 可以对他更坦白诚实一点吗 他要你诚实哦 但是他自己又藏着一个秘密哦 怎么回事呢 给选到第一组 以字卡来看呢 他说他跟你在一起呢 最重要大家在一起 天天可以有彼此的陪伴就够了 他不是那么注重那么多的 那些标签名分还是什么 如果不小心弄丢了你 他现在很想你 很想要你回到他的身边的 对你的热情依然那么的强哦 已经快盖不住了 不知道你是否把它忘了呢 他希望你别把它忘记 他很想要与你有更多的交流沟通哦 很想你哦 其实他做了很多的小动作 为了想要你知道 他没有把你忘记 为了想要你知道 他还是热情地对着你 心里还是有你的 如果你察觉到了 这绝对不是幻觉 他之所以那么的保护自己 因为他不想受到背叛的 请你坦白一点告诉他 你的心意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想要见到你的真面目 你的真实的意愿 想法是什么 他对你有藏着秘密哦 嗯 就是暂时还没有准备 揭露给你知道 他可能就太没安全感 太保护自己吧 在你还没有对他展开心扉呢 他暂时先保留他心中 对你的爱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可以选到地 主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这事情呢 别只看表面哦 人性割肚皮哦 再看 面对你心中的恐惧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可怕哦 勇敢的去面对 迟早都要面对的 就做你最真实的自己吧 当你勇敢的做你自己的时候 你才是一个闪闪发亮的人 你才能够吸引 真正适合你的人哦 最后我们抽一张 陶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地主一起来看 好了 这张牌卡是说 其实你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的 你已经拥有了一切的资源 你有一切的能力去克服困难哦 相信其机吧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别小看自己的能力哦 别一直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其实你有这个能力 去克服你面前的障碍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快个充实有意义的 快乐人生的 还有满足的 令你满意的 一切如你所愿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嘿咯 可以选到第二组 感谢您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抽身一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其实此刻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是哪些呢 抽一张主题排卡 可以选到第二组的你一起来看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是哪些 好了 以主题排卡来看他说 你给他留下的回忆都是永恒的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不会忘记你给他留下的回忆 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份感情 是可以投入的 他对你认真了 他知道你是他要找的那个对的人 他心中满满的爱 早就爱上了你 爱你在心口难开 他虽然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他只对你有这份感觉 他愿意拿出他最大的耐心 去面对这么高贵 这么珍贵的一个你 给选到第二组的 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首先以主题排卡来看 他说跟你之间的这个 每一个回忆都是那么的珍贵哦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给他留下的回忆 只要是有你的回忆都是永恒的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份感情是可以投入的 他已经就是对你动了真情 这个大红玫瑰花的到来 他真的是对你很有热情的 心中最大的渴望 就是能够跟你成双成对的 但他可能没有告诉你 他藏在心底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早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他知道他也许有很多的选择 可能你严重的他 有很多的追求者 但是他心中只有你哦 他只对你有这份感情 这个大红玫瑰花只属于你 他只想给你 对你满满的耐心哦 因为你是那么的珍贵 高贵的一个存在 再怎么付出都觉得值得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组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还有哪些呢 他已经决定了 你是他最大的追求与目标 他不会放弃 你在他眼中是很迷人的 不管你怎么看你自己 在他的眼中 你是一个很迷人的存在 他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结果 想跟你建立感情 培养感情 心里别那么的重视别人怎么说的 嘴巴长在别人的嘴上 他们怎么说就别理他们哦 总而言之 你是他心中的一切就对了 你是他的世界 他迫不及待的跟你 闯更多的观考 跟你一起度过一个精彩 好玩的人生 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到底你在想些什么呢 你可以大方的告诉他 让一切变得光明起来 他是很愿意为你解忧 解决你心中的疑问 很迫不及待的跟你见面哦 不知道几行能够再见你一面呢 他知道你们是属于彼此的 你们在一起才算是互补的 就是你缺他 他缺你哦 你们在一起就完整了 就是全世界了 最完整了 给选到第二主意 陶罗派卡来看呢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这个人他说他已经决定了 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目标 与追求的 不管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也许自卑的认为 你不是那么的美貌的 但他眼中的你是那么的迷人哦 他已经对你神魂颠倒了 他很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你建立一个稳固的感情哦 对你认真哦 他觉得他的生命有你了之后 他年轻了好几年哦 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 迫不及待的 想劝着你的手 一起去完成 不知道你还孤立些什么呢 你在想些什么呢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你别那么容易的 受到别人的影响 总而言之 你要知道 他是很重视你的 你是他的一切 你是他的全世界 你心里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担忧恐惧 都可以说给他听哦 他很愿意把温暖带给你 很愿意呢 解除你心中的疑虑与烦恼 就大方的跟他见一个面吧 他想跟你见面 有你在身边 他才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哦 他也知道他可以令你开心 看字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有一直关注着你哦 你几时才愿意让他接近你 靠近你呢 他在你的门口一直往内看 他在挣扎的 该说什么给你听呢 他很照顾你的感受 很怕自己说错话 他爱了你好久哦 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了 但他总觉得你在疏远他 有时候他觉得 会不会没有他 你会过得比较好呢 看着你的照片 他自己会掉泪 他好担心哦 你们将来会不会有发展呢 他承认他自私 他就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你 你是属于他的 是时候呢 就是把真相说给你听哦 不想再隐瞒了 给选到第二组 一次卡来看呢 他说他一直就想要接近你 走进你的世界 就是走不进你的世界 他只能够在外面 一直就是往内看哦 很想要知道你 你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 你过得怎么样 他很在乎你 他很害怕伤到你 所以呢 在对你说话的时候 他都会想很多 才可以开口 他在挣扎 该怎么把正确的话 说给你听 让你明白呢 他其实对你的爱 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 已经爱了你一千年 那么的久 但他总觉得 你把他推开 他走不进你的世界 见到你那么的紧张 那么的不舒服 你会不会没有 他会比较过得好一点呢 他是不是总会给你 不舒服的感觉呢 就想起你们之间的这件事情 他会哭哦 看着你的照片自己掉泪 好想要跟你 可以发展 但是如果他靠近你 会令你那么的不舒服 他只能忍痛的 给你这个空间 你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没有未来呢 他不想跟别人分享你 他对你已经有战有欲了 是时候把真相说给你听 他想要你知道 他心中的你是 一个大红玫瑰花 是那么的珍贵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享受这个过程哦 别一直想结果 再看 欣赏那个美景哦 当你一直想着结果 你就无法享受那个过程了 还有就是 把多余的驱赶掉吧 不该出现的 把它驱赶掉 让一些变得简单哦 别玩三角链了 再看 还有呢 看事情可以看两面哦 不是只是看单方面的 这样子可以帮助你 更好的理解 更好的理解事情的来龙 其他事情的真相 看这个塔罗牌卡怎么说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现在对这种情况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释放哦 是说呢 是时候呢 让事情高一段落 过去的事情 就别一直同道 同道夫者 别一直重复一样的错误 就让自己解脱出来吧 从错误中学习了之后呢 别再重犯了 就比如跟对方之间 如果你知道他不喜欢这样子的你 就别一直在他面前 做一样的事情 一直一直循环的 所以是时候呢 从教训中学习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白稿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的愿望梦想 顺利能够实现达成的 充满愉悦 开心快乐的 过好每一天哦 与对方好好地过日子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我们给大家看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抽成玉佩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其实指甲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是哪些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可以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下他讲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是什么 好了 他对你其实是一见钟情的 第一眼见到你 就很有好感哦 他知道 你们是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 这就是他的真缘 真的 第一眼见到你 就很有情感哦 很有感觉哦 你是第一位令他有这种感觉的人 很感恩 很感谢 谢天谢地 让自己有机会能够遇见你 现在的他呢 充满力量哦 全都是因为你 你帮助他过去的伤痛 都得到了疗愈 给选到第三组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 首先呢 他向你承认哦 他其实对第一眼见到你 就对你身份颠倒了 就对你有感觉的 你是第一位令他有这种感觉的人哦 你是第一位令他会一见钟情的人 他知道他已经遇到了他的真缘哦 他相信你们是有缘分的 他谢天谢地 感恩感 感谢天感谢地 感谢自己有机会遇见你 你给他力量 现在的他充满力量看待他的生命 过去的伤都被得到了疗愈哦 你可能就是什么都不做的 你只是单单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的心的全部坑坑洞洞都被填补了 全部的伤疤都被修补了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他觉得你们之间隔着一道墙 他要做什么事情 你才愿意让他来靠近你呢 他是很愿意为你做正确的事情 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他在等着你哦 这个感情你是比较沾上风的一方哦 就看你怎么样了 你要怎么样都行哦 你要他怎么样 你才会愿意让他靠近你呢 他很认真的看待这份感情哦 他投入了 他觉得现在的他好幸运 能够遇见你 是你结束了他过去的伤痛 重新挣扎起来 他对你已经产生了依赖 只有在你身边他才会感到温暖 他需要你 你改变了他 你彻底的改变了他 你令他的人生命呢 多了很多的笑容 所以他很果断的承认他是爱上了你的 而且这个热情是不会变的 对你的这份热情是永恒的 给选到第三组 他想对你说的甜蜜情话哦 他觉得你对他好像比较有防备性的 你们之间隔着一道墙 但没关系的 他在耐心的等着你哦 如果有什么他可以做 令你会愿意对他产生信任 他会毫不犹豫的去为你做这件事情哦 他觉得最正确的事情呢 就是去对你好的 这般感情中你是比较沾上风的一方 你是比较被爱的一方 什么都听你的 你说了算 他很投入的爱你哦 他全部的心思只在你身上了 他觉得你就是他生命的那个幸运之星 自从有你了之后呢 他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的生命之所以多了很多的笑容 很多的欢笑声 都是托你的福 你帮助他解决了 就是从过去的伤痛 那个烂泥中解脱出来 让他就是重新挣作 活好他的人生 现在的他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 他不想失去你 他想无时无刻都能够见到你哦 他已经做了这个果断的决定了 对你的热情是不会死的 是不会熄灭的 他打算永远对你都有这份爱哦 只要你愿意的话 劝着他的手 他就不会放手的 看茨卡怎么说你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茨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如果他放开了你的手呢 那绝对是逼不得已的 如果可以选择他不想放开手哦 你回到他的生命 令他很震惊哦 吓到他 他没有想到 在这个机会 这一生还有机会能够再见到你 如果你们分开了 他没想到还有机会会见到你 他真的很开心 他的心只渴望你 他只想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他真的很想要你意识一下 你在他的眼中是那么的迷人 他真的很希望这个感情可以开化结果 他很怕 担心 最近的他都有在看结婚戒指哦 他要跟你定下来 为你心碎 如果你问他爱你的理由是什么 他给不出一个理由 因为他是真的爱上了你 就是那么纯粹 要放开你的手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哦 给选到第三组一字卡来看呢 他说他也不想放开你的手哦 如果你们不小心分开了的话呢 他为那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 还是在心碎的 他绝对不是想跟你分手的 跟你分开是他最避不得已的事情哦 难得再次的遇见你呢 真的是很开心 真的希望能够把握一切机会的 不再跟你分开了 因为他知道他的心只渴望你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 请你意识一下 在他的眼中 你是那么的迷人哦 你照一照镜子 你真的是一个很迷人的 很吸引他的一个存在 他很想要跟你过接下来的日子 但是他怕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会拒绝他吗 最近的他都有在看结婚戒指哦 他想定下来哦 如果你是问他爱你的原因是什么 他给不出理由 他爱你就是那么的纯粹哦 不用什么特别的理由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 关于这个理由 如果他说你美 那么美的人有很多啊 帅的人也有很多啊 是吗 真的是靠感觉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这张就是 好好地表达你心中的想法是什么吧 好好地做沟通哦 与对方可以通过沟通的解决问题哦 问题会更好地解决 再看 还有让自己呢 就是被丰盛的围绕着的 让自己处在一个令你愉悦开心的环境吧 还有就是 你要的帮助呢 其实有很多的轨道带给你哦 这个宇宙有一直不断地给你帮助的 也许不是你预判的那个方法 但是你真的没有被遗忘哦 宇宙有一直在想要帮助你哦 保持正面的兴趣 相信你是被爱的 看这个塔罗牌卡怎么说 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抽一张看一下 好了这张牌卡就是 目前你可能遇到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决定 也许问题根本不存在哦 你会不会想多了呢 别把事情弄得复杂哦 问题不存在就 别一直在纠结了 就打结你看打结了 别让自己就是那么的 就破坏了 本来可以想 可以的幸福哦 本来是可以很幸福的 因为自己胡思乱想 就导致自己的幸福 就这样子浪费了 所以别再胡思乱想了 好了这就是给选到 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福贵荣华的 什么都不缺的 收获满满的爱与对方甜蜜的恋爱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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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